各位媒體朋友 昨天我們用了操買這兩個字 來形容這次事件 主要的是為了要尊重司法單位的偵辦 但是我們也了解說 因為這個如此的使用引發社會 質疑政府對於這次涉嫌違法誓言的案件 有沒有徹底查辦的決心 我要在這裡鄭重地跟所有的國人說 對於這個案件 政府查辦到底的決心是不容被質疑的 我們的決心是很堅定的 我們一定會查辦到底 對於這一類的這次事件 說引發了這個弊端 這個弊端的長期在這個政府的系統裡面 沒有找一些被發掘被改革 作為國家的領導人 我必須要把答案的歉意 另外這個長期的這個弊端 不論它發生的時候 是在哪一個政府的時代 或者是歷經了多少的政府 在今天我們執政的這個政府 就要一肩扛起這個責任 我們一定會把它查辦到底 釐清責任 讓這個事件將來不會再發生 另外我也要跟社會大眾說清楚 總統不會去干預 也不會去干涉或定調 這個本案的偵查方向 或者法律的適用 這個案件在一發生之後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就接受了國安局長的請示 也把我們的市委長調任 我們後續又做了懲處 尤其是高階幹部的懲處 在這個案件 我們的監督管理確實有確實 所以我們在稍早的時候 我們公布了懲處的這個名單結果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求我們新任的國安局長 在一個禮拜之內 必須提出檢討報告 那對於這個司法機關的這個偵辦 我已經下令我們所有的政府機關單位 或者個人都必須要配合調查 那麼我也要告訴我們的國安賀勤人員 他們身負國家的重任 必須有高度的責任感跟榮譽 那麼這一次的事件 他們必須要深刻的反省 那有錯 我們就必須要改 讓我們的社會能夠感受到 我們國安賀勤人員 一種盡最大的能力保護國家的一個決心 所以我們也希望他們在痛定失痛 繼續教訓 那麼能夠有錯必改的情況下 能夠用最好的表現 來贏得我們社會的信念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倫命 Rica Rica